每天都會突然怕做出什麼事情 然後可能被轉賣 或者是可能被打 回想當時情況還是膽戰心驚 因為這名妙齡女今年三月 和朋友遠赴柬埔寨打勾 不但遭軟禁毆打 事後想要請台灣人幫忙處理救援事宜 差點遭到敲阻槓 拍她的背心 然後什麼 雖然她是統促黨的成員 然後她說如果你們要安全回來 就大概三四幾萬 然後她會派人過去救我們回來 不了了之 因為她後面被發現的時候 她就領若不上了 她就直接封鎖然後領若不上 求助對話截圖曝光 古姓男子自稱統促黨成員 還誇下海口說只要招付三十萬元 就能讓被害人平安回到台灣 沒想到這卻是一場騙局 無論是國際刑警 還是民間團體 都伸出援手來救人 但是駕騙集團話術 卻不斷再進化 像這樣的廣告在臉書社團層出不窮 但是仔細看看內文 開門鎮商寫下 我要人你要錢 甚至還掛保證 不用簽賣生氣 隨時都可以回來台灣 看在律師眼裡 簡直就是笑話 廣告讓人家看起來就 就很容易去相信 可是我自己看了就覺得很好笑 你回得去台灣沒問題 可是到底到底回得去的是骨灰潭 還是活體還是半殘體這樣子 出國打工前得睜大眼睛 才不會被人賣了 還傻傻幫人家數錢 最後換來一場空 近新聞楊姓王辰毅採訪報導